各位同學大家好 在這個part當中我們要介紹 綠波系的設計要點 那綠波系的設計考量 主要第一個 我們考量綠波系的特性 我們必須在頻譜上設計 包含綠波系的 頻譜響應以及它的 相位 包含大小與相位 那接下來我們會根據 我們的問題需求選擇 我們要是用 有線的脈衝響應濾波器 或是無線的 脈衝響應濾波器 分別簡稱FIR 或是IIR 因為它的字母第一個是有線 finite 這個infinite 那我們知道有線脈衝響應濾波器 它基本上是要用在設計 線性相位的濾波器 如果沒有這樣的要求 我們可以用FIR或是IIR都可以 那線性相位在上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有介紹 線性相位的好處 那這邊同學切記 如果你要設計是線性相位濾波器 只能選擇FIR 不能用IIR 那各位同學會問 那FIR 那就用FIR就好了 為什麼要IIR 如果假設沒有相位的要求 我們可以先考慮用IIR 因為用IIR的話 只需要較少的參數 來實現我們所需要這個規格的濾波器 所謂比較少的參數 也就是代表說它 需要較少的記憶體 以及較少的計算複雜度 那我們知道 因果性會影響頻譜的特徵 因為我們知道 非英國的濾波器無法實作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理想的濾波器 它基本上它是沒有辦法實作 因為它是非英國的 所以我們在實作濾波器的時候 我們必須利用 我們之前提到的數位系統實現 這樣的概念 來用這樣的一個 差分方程式來實作 然後從這個方程式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個係數 這兩個係數是 我們在設計濾波器 所必須要設計出來的 也就是說 濾波器的設計 基本上只是要找到對的 AK 跟 BK 那剩下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數位系統實現的式子 來實現我們的濾波器 頻譜響應 無法在某一個頻率範圍內為定值 因為從上一個部分 我們知道 Petty Wiener的定理已經說明了說 如果它在某個頻率範圍內為定值的話 它就是個非英國的系統 就是沒辦法實現 然後我們知道 因為FIR 它只有分子這一項 它沒有分母這一項 所以它沒有極點 也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有線脈衝響應濾波器的話 它就是穩定的 因為它沒有極點 因為系統穩不穩定 是根據極點來決定 但是因為FIR它沒有極點 所以基本上它一定是穩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濾波器 它頻譜的特徵 我們知道從頻譜上來看 我們知道說這圖形 就像一個頻譜的響應 那這邊我們來第一個看到 OmegaP 就是我們講的通過頻率 也就是說在這頻率之內 我們會讓這信號 在這頻率之內的信號通過 那OmegaS 停止頻率 也就是說 在這個頻率之上 比這頻率更大的信號 我們都會怎麼樣 把它衰減掉 然後從0到OmegaP 就是通過的頻代 在這個頻率範圍內 我們都會讓信號通過這濾波器 那反過來說 在OmegaS之後 比它更高的頻率 我們叫做停止頻代 然後從OmegaP到OmegaS之間 就是轉換的頻代 我們在理想濾波器那邊提到 這個轉換頻代 基本上是一個垂直的線 它的斜率是無窮大 然後我們就提到 這樣的性質是無法實作的 所以基本上一個濾波器的規格 基本上會有個轉換的頻代 所以各位在設計濾波器的時候 必須去說明這轉換頻代的大小 因為事實上是沒辦法設計出一個 很小很小到非常非常小 像一個無窮小的轉換頻代 因為那樣是沒有辦法實作的 所以這些特性 同學必須要考慮到 不然各位設計濾波器的規格 會非常奇怪 然後沒有辦法實作 還有我們看到 在通過頻代這邊 會有個斂波 有個Ripple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了 我們不可能在某個頻代範圍內 它的響應是定值 同樣的 在停止頻代的時候 它一樣會有斂波 然後這個通過頻代 跟停止頻代的斂波大小 也是我們在設計濾波器的時候 必須敘述的規格 因為我們可以去想辦法 來設計這個Ripple的大小 因為這個Ripple的大小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通過頻代 跟停止頻代的結果 好,這些都是我們 要設計濾波器的規格 首先 通過頻率 OmegaP 停止頻率 OmegaS 通過頻代的斂波大小 Δ1 以及停止頻代的斂波大小 Δ2 這些都是在設計濾波器 或是之後我們用MATLAB 設計的時候 必須給那些Function的一些參數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濾波器的分類 首先第一種是講低通 從屏幕上可以看到 在OmegaC之內都是為1 它的大小都為1 代表說在低頻的時候 訊號會通過 超過OmegaC之後 它的大小變成0 所以這就是一個低通濾波器 簡稱 LPF Low Pass Filter 換句話說 如果讓OmegaC以上的訊號通過的話 所以這邊為0 這邊是1 它就是一個高通濾波器 簡稱 HPF High Pass Filter 那如果是讓中間的 兩個頻率之間通過 我們叫代通 BPF 然後代句就是說 反過來 在一個頻率中間的 讓它不要通過 其他部分通過 這叫代句 簡稱BEF OK Bend Immunation Filter 如果讓所有訊號都通過 就是 O Pass Filter 也就是說 好像你的考試一樣 O Pass 讓不管學生考幾分都通過 那這邊意思是說 不管你頻率是多少 全部都通過 代表這個Filter 基本上 在響應大小 它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簡稱 APF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當中 我們介紹了 濾波器設計的要點 因為從上一個Part 我們知道 理想的濾波器是無法實作的 所以在我們設計濾波器的時候 我們會考量 濾波器的某些 重要的參數 那這些參數 設計之後才有辦法實作 所以往後各位在 不管是用MateLab或是其他 在設計的時候 也必須照這樣規格去設計 同時我們也介紹了 如何從頻率上來分類 這些濾波器是高通還是低通 還是帶通還是帶距 等等的濾波器 在下一個單元 我們要介紹 我們的視窗設計法 用在有線脈衝響應濾波器的設計 在旁邊 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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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